第371章 妄家之相 村长和赵书听得红了眼圈 激动的说话都不利索了 他们不过是京都外苟延残喘的残废伤兵 人人嫌弃 看不起 哪里想到还有今日这般被众都贵人推崇的时候 想想年轻时候我并连学守着鞭色的辛苦 退伍之后的潦倒 逃荒南下的忐忑 还有今日的荣耀 两人越发的百感交集 村长大叔一个劲儿白手 当不得 当不得 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赵书也用力点头 我们也没干什么 就是一起逃荒证明来着 他们都年岁小 我们多活了几年 怎么也要多护着一些 众人都被这两个淳朴的老人逗笑了 李老二当先动了筷子 众人也开始吃了起来 自然而然的 众人话题就从逃荒开始了 村长和赵书喝了一碗酒后 也打开了花匣子 村人合力杀退狼群啊 石洞里过冬啊 反杀劫匪救孩子 意外得了郭家人被害的消息 赵书想起那一路 更是抹了眼泪 他们几个老兄弟 不是没手 就是瘸腿 雷坠一样的存在 真是被李家老少 一步步背着 用担架拖着 才走出大山的 刘老爷子听得一直点头 彭先生更是心里激动不已 李家在那样艰苦的情形下 连几个残废老兵都不肯抛弃 这样重情重义 品行绝好 整个天舞 怕是都找不出机构了 他的闺女嫁过来 肯定不会受委屈 他们彭家以后 有这样的亲家 也是多了一个强有力的靠山啊 东乡房里 也开了一桌 李老太陪着刘夫人和崔夫人 带了家音 刘家两个小子 家安家喜和李根猫根 一众孩子 也是吃得热闹 鸡个小子 尤其喜欢水煮鱼 辣得嘴巴通红 也不肯停筷子 家音跟着 抢了两片鱼肉 就被奶奶镇压了 老太太怕她年岁太小 肠胃不好 吃辣容易坏肚子 崔夫人就要了一碗温水 把鱼肉上的辣油涮掉 再挑了刺 放到家音碗里 家音吃得没开眼笑 油乎乎的小嘴 还要轻轻失姑 惹得崔夫人赶紧躲闪 众人就笑个不停 院子里也开了五桌 李老三和吴三叔 王四叔等人 陪着三个李正 还有跟随他们过来的 十几个村人 占了两桌 李老四和李永则 陪着侯爷的清兵 做了另外三桌 其实 平日一起出生入死 都是过命的兄弟情谊 李老四和李永不陪着 也默认挑领 但兄弟们凑在一起 大口喝酒 大碗吃肉 还是人人都更高兴 院子外边的空处 也是摆了桌椅 村里老老少少 都聚在一起吃喝 虽然没有酒席上菜色那摩弃全 但也是白馒头和炖肉管购 家里有不方便过来的人 还可以端了桃碗 把饭菜带回去 家人 家欢和嘉义三兄弟 在灶间简单吃了一口 就拿着酒壶 倒各桌给大伙儿倒酒 今日登门庆贺的 都是亲朋至交 坐子之晚辈的亲自倒酒 也是该有的礼数 果然 众人接了酒碗 都是高兴 纷纷夸赞三个小子 家欢红着连给彭先生倒酒 彭先生越看这个女婿越满意 嘱咐他道 你同文娟的亲事也定了 不要怕外人说嘴 无事时候 常到家里走走 家欢赶紧点头印下 李振生却笑道 彭先生喜欢家欢这孩子 我们家里都高兴 但这孩子以后 怕是没有太多空闲了 我在城里那家大酒楼 要重新开门了 我想把这孩子 调过去做大厨 也让他跟着南边 请回的厨子学学 烹煮海鲜 哦 这样啊 那可是大好事 彭先生听到眼睛发亮 虽然李家蒸蒸日上 但家欢到底还是在小事铺上走 做他的女婿 到底不算太光彩 若是以后能掌管一个大酒楼 怎么说都比如今更出息 李振生又道 我在南边组了一个小船队 过几日就有新鲜的海鲜运回来 到时候在新都口备好了 也会在其余州府开分店 我一个人可忙不完 家里孩子竖来竖去 就家欢能帮我了 到时候 彭先生可不要埋怨 这孩子太忙 不能常在您跟前进笑了 不 不 园外说笑了 孩子出现 我们做长辈的 只有更高兴的 哪有把孩子聚在身边的道理 彭先生眉开眼笑 拍拍家欢的手臂 到时候好好学 一多不压身 是 先生 家欢恭敬应了 脸色更红 李老二想起老娘的打算 就问起书院什么时候再招生 彭先生听说 李家还要送三个孩子去书院 一口就硬承下来 他正筹没办法同李家更进一步呢 这可是个好机会 更何况 李家的孩子读书有了座位 也是他家女婿的助理啊 李老二接着说道 我以后不好在学堂教书了 但村里孩子单个步的 温先生可有熟人 能不能帮村里介绍一个 村长附和道 最好找个严厉的 严师出高徒 村里这些皮小子 可不能太放松 否则就容易闹翻天 温先生就笑了 说道 这个容易 我回去就帮忙问问 最近 最近太远近闻名 想必很多人都愿意来 李振生提醒道 最好找个开明的先生 村里的孩子 无论男女 都是要读书名理的 不好让女娃娃 被区别对待 伤了孩子们的心 好 放心吧 温先生点头 其实我也一直觉得 女孩子应该读书 就算不能苛口 以后成亲当家 打理家事 教养孩子 也比旁人好很多 先生说的对 村长等人 也是高兴英生 我们村里丫头和小子 都一样 都是宝贝 正说着话 刘阳突然从院子 外边封跑进来 嚷道 爹 你快回家吧 我娘生了 什么 刘彪头惊了一跳 来不及同众人打招呼 扭头就跑 结果出门 又转身回来 背了张神医 张神医手里 抓了一个鸡腿 趴在刘彪头背上 很是淡定 继续啃得津津有味 完全不惊慌 他真是习惯了 他就是一块砖 哪里有事 哪里搬 而且 每次都不用自己走 总有人背着扛着 众人都是跟着惊了一跳 李老二赶紧安抚道 咱们继续吃 不用担心 有张神医过去 肯定惠母子平安 而且 刘家嫂子是瓜熟地落 不比大勇媳妇 挡出那般凶险 提起李勇 就要说到严家 刘老太爷摇头说道 严家那些人 也是昏了头 只有这摩一个儿子出息 还被他们生生逼迫地分了踪 第三百七十二章 天人又进口 温先生笑道 严家还罢了 如今最后悔的 怕是王家吧 我可听说 昨晚王老爷回家就病倒了 家里人正到处找大夫呢 善有善报 呃 有恶报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说的就是王家这样的 就是 让他们后回去吧 过几日 等大先生把酒楼开起来 更有他们毁断肠子的时候 不说堂屋里男人们说笑喝酒 只说乡房里 李老太实在惦记刘嫂子 但又要陪客分不开身 就喊了赵玉如带了 吴三神子鸡个赶紧去刘家看看 村长家和刘家住隔壁 吴大娘身体差 不好总来看坐月子惠娘 这一段就多半在陪着刘嫂子 方才 他就回家取个针线框的功夫 再回到刘家 刘嫂子就生完了 孩子已经躺在炕上哇哇叫了 生得如此痛快 简直让人惊讶 张神一贝贝过来 也知是把把脉就罢了 根本没有用武之地 而刘彪头抱着小儿子 已经欢喜得傻掉了 哈哈 我又有儿子了 他高兴得见谁 都是这一句话 惹得众人都是好笑 刘阳跟在一边 搓着手 想抱抱弟弟又不敢 赵玉如等人帮着十多了屋子 吴三神子留下帮忙照看孩子 给刘嫂子熬鸡汤煮鸡蛋 其余人就都回去了 毕竟前面院子还那摩多客人呢 赵玉如带回了刘彪投喜的柜子的消息 人人都是跟着欢喜 严格说起来 这是村里人到穗金摊后 生下的第一个娃娃 慧娘和李勇算事后加入的 没有一起翻山越岭的经历 只有一起吃过苦的村人们 才更知道 今日的甜如何不容易 村长高兴的一口气 喝下碗中酒 笑得畅快 好啊 咱们村如今天人进口 是彻底扎根落脚了 各家都给我加把劲 多多的生娃娃 以后都送去读书 都娶媳妇 咱们村子就更兴旺了 村人们都是哈哈笑 年轻小夫妻们择红了脸 因为他们是重任在肩啊 刘老太爷心里羡慕 眼见刘彪投回来 就摘了腰上玉佩递给他 咱们都姓刘 五百年前也是一家了 如今家里添丁 我这个做长辈的 给孩子的见面脸 沾沾喜气 刘彪投大喜 行了大礼 替儿子道谢 这才结果玉佩 酒席上 因为这件喜事 更是热闹了 直到日头落到西山头 众人才告辞回家 李家人齐齐到村口送客 满院的桌椅 自有村人们帮忙 刘老太爷 见两个孙子 依依不舍的模样 就开口 准许他们留下晚两日 晚上住在崔夫人家里 两个小子 可是高兴坏了 刘夫人却担心 被崔夫人劝了两句后 也就罢了 毕竟崔夫人 也要小住两日 还能稍稍看管 两个淘气小子 彭先生喝得半醉 今晚要和温先生 屏竹夜谈 两人一起回了城里小院 其余三个李正 带了村人 也回去了 一时间 李家终于安静下来 李老太和陶红英 赶紧去看刘嫂子 佳英也跟过去凑热闹 李根猫根见此 也做了两条小尾巴 结果 新出生的孩子 皱巴巴像个兽猴子 把两兄弟瞅到了 他们只看了一眼 就背着妹妹往家跑 生怕白胖可爱的妹妹 在小猴子身边待久了 也变丑了 众人笑得不成 守着刘嫂子吃了饭 喂了奶 才各自回家 家人和李根 只有一日的假期 明早就要赶回书院 李老三和赵玉如 当然也要回去 所以 屋里长了灯 难得凑齐的一家 老少聚在一起 商量一下大事小情 李老太说道 以后家安 家喜和猫哥 也要到陆安读书 小铺子就住不下了 所以 老三最近看看 镇子上 有没有合适的院子 买一个 落在你名下 别拆银子 你们和孩子 住得舒坦就行 李老三赶紧应下 知道了 娘 我回去就打听一下 陶红英跟着说道 娘 家欢以后 跟着大哥忙酒楼那边 时不知 有三哥三嫂 还要照顾五个小子 怕是忙不过来啊 李老太点头 我也琢磨这事呢 以后买了院子 玉如肯定是要留在家里 铺子里只有老三可不成 前几日 乌三神子说起很久 才能献狗事一次 他实在惦记 不如明日 你去问问他 能不能到铺子里帮忙 不等陶红英英声 李老三就红住脸 拼命摆手 娘 我自己能行 我不怕干活 李老太猜到他的心思 忍不住笑道 你个鱼目脑袋 你当娘是傻子啊 怎么也不能只把 吴三神子送去 跟你在铺子里 点对脸啊 你就是同意 我也不能让我儿 媳妇多心啊 我是说 让吴三神子 和吴三叔一起过去 每日算公分 同村里一样 保证他们不吃亏 还能守着儿子 李老三这才知道 是自己误会了 脸色更红 低了头不肯再说话 家里又说了几句闲话 就算去睡觉了 第二天天不亮 李老三等人就走了 李老二跟着侯爷去城里 取他的官服 还有老太太的告命礼服 顺道把修建郡主府 和伯爵府的银子拿回来 两座府底 别管什么时候见 在哪里见 先把银子拿到手再说 李老四去了码头 留下李勇在家 多配配亲儿 桃红英带了家欢钻进早间 合作研究新菜 前几天 他搂着闺女睡觉 早晨醒来时候 枕头边上就多了一本菜谱 写的都是以辣椒味调料 烹制的一些菜品 昨日得到所有人好评的水煮鱼 就是其中的一道 他简直是如获之宝 当然也才得到菜谱的来处 当时就在装睡的闺女脸上 狠狠亲了两口 这段时间 他一直心急想把菜谱上的菜色 都试验一下 却因为家里忙碌 一直没有空闲 如今可是逮住机会了 红辣椒 绿辣椒 半红半绿辣椒 一口气搬进灶间 好鸡框 枪的众人路过门口 都要憋着气 一路小跑 学堂里放了假 加欢加喜和猫根 以陪伴刘家兄弟未借口 满山的撒野呀 根本抓不到影子 李老太也不拘束他们 毕竟鸡个小子 过不了多久 就要送去洛安读书了 再加这磨鸡日 想怎么玩 就怎么玩吧 佳音是个 游击队 想跟着谁就跟着谁 这里混点吃喝 哪里跟着捣捣乱 偶尔泛滥 就躺在大炕上 推开窗子 让秋日的太阳 肆意晒着他的小肚子 做个人人羡慕的米虫 两日一花而过 这一大早 李老大就拉了鸡筐果子 送崔夫人和穷嫂子主仆 还有刘家小子回家 他也顺道去见见朋友 送点果子当节礼 眼见就是中秋了 再买点月饼回来 哄哄孩子 李老太也列了单子 让儿子帮忙采买些杂物 结果 日投西斜 儿子倒是回来了 身后却是多了两个大活人 一个三十多岁的妇人 抱了个四五岁的小丫头 第373章 原来是熟人 桃红英端了一碗肉酱 放了辣椒的那种 红彤彤又汪汪的 想着童娘说一声 晚上就吃打卤面 水淋淋的面条 拌上辣椒酱 还有前几日 剩下的几根嫩青瓜切丝 再配两个酸甜味道的小凉菜 全家都爱吃 结果 他刚出早间 不等说话 就先大伯哥领了女人孩子回来 他一时看呆了眼 脚下踩空了台阶 差点摔了此晚 情急之下只能扒住了门框 李老大听到动静 扭头一看弟妹的模样 立刻就猜到他误会了 于是他赶紧说道 弟妹啊 娘在屋里吗 有人说认识 你们和娘 我就带回来了 啊 桃红英眨巴两下眼睛 尴尬的脸色红透 赶紧说道 娘在屋里 带着扶妞缝荷包呢 李老大点点头 带了那夫人和孩子往里走 桃红英怎么瞧着那夫人的背影 有些熟悉 于是喊了灶尖的水云 把此晚接过去 就赶紧跟进屋子 佳英睡醒午觉 跑去西乡房逗弄龙凤胎 结果把两个小娃娃 惹得哇哇叫 虽然惠娘没生气 但老太太也不能任凭孙女到处捣乱啊 她就喊了何某某 抓了孙女一起做针线 佳英才击碎啊 正经学绣花还有些早 家里也舍不得她挨累 正好前几日 家人几个回来 多玩笑 说要妹妹缝的荷包 老太太这会儿 就搬了一个装个色布头的小筐子 哄着孙女干活 打发空闲 也同何某某闲话机具 原本何某某教 家音规矩就行了 但如今 老太太也成了一品告命夫人 过年的时候 告命夫人 是要进宫去拜见太后和皇后的 所以 老太太也起意来学学规矩 免得真要进宫的时候 她什么都不懂 给家里丢脸 何某某在宫里待了一辈子 再没有比她更熟悉的人了 梁老姨小郑说得热闹 李震生突然带了人回来 他们都很好奇 不等老太太问话 那夫人已经扑通一下 跪倒在地 神子 我是孙夫人身边的奶娘 伺候南南小姐的 您不认识我了吗 孙夫人 南南 老太太猛了一瞬 低头仔细变刃 突然变了脸色 哎呀 李嫂子 怎么是你 你不是和孙夫人回家相去了吗 怎么在这里 这李嫂子不是旁人 正是当初 李家刚从塞北 逃荒到俊阳的时候 让他们搭传的孙家那个奶娘啊 奶娘同自家一个姓 又因为自己失误 差点噎死小主子 被李老太救了 所以 同李家相处尤其好 就是前两年 李家日子还不算好的时候 赵玉如和桃红英穿的衣衫 还有这个李嫂子给的旧衣呢 李老太一把扶了她起来 眼见她头发里有了白色 脸色也辣黄 同先前那白胖和气的模样 完全不同 可见是吃了苦的 李嫂子想说话 但开口却是忍不住痛哭起来 哦哦 神子救命啊 我们夫人死了 老爷也丢了 舅爷要卖我们夫人的嫁妆 我实在没办法了 就带楠楠小姐逃出来了 哦哦 可怜我们夫人啊 到死都莫闭上眼睛 李老太太听到糊涂 但也知道 孙家是遭难了 她赶紧扶了李嫂子 坐到炕炎上 又抱了懵懂沉默的小丫头 放到炕上 嘱咐佳音 扶妞啊 你和楠楠玩一会儿 奶奶说说话 佳音点头 赶紧去拿了点心匣子 然后放到楠楠前边 小丫头立刻抓了一块就吃起来 老太太看得更是心酸 记得当初扶妞刚出生末多久 他们就上了孙家的船 那时候 楠楠已经会爬会站了 足有半岁了 但这会儿一对比 扶妞长得 几乎比楠楠大了一圈 李震生现老娘脸色不好 不愿老娘伤心 就岔开了话头 娘 我没听您说过孙家的事啊 桃红英给李嫂子倒了一杯温茶 回道 大哥有所不知道 我们从塞北 桃红到京都外郡羊头奔旧爷 在路上 却被堵在码头了 没有船愿意宰难民 幸好当时家里捡了一头奶山羊 给扶妞喝奶 孙家正好乘船路过 因为南南末奶河饭愁 就把咱家人和奶山羊都接上船了 这才一路到了京都 是啊 老太太叹气 孙夫人那人极好 对咱们家多有照顾 后来我帮了一个小忙 孙夫人就送了咱家一百多两银子 还有不少衣衫用武 也就是因为 这一百多两银子 咱家才能顺利在 郡阳落脚 遇到了村里这些乡亲 就是可惜之后迁都 在俊阳的房子田地都白买了 又逃到这里来 李嫂子抹了眼泪 哽咽道 那时候我不小心睡着了 南南小姐吃点心 差点卡死 是扶妞儿哭起来 绳子跑来救了小姐 我们夫人之前 还说起过好几次 念刀柱 绳子一家 不知道如何了 老太太 先她缓过一些神了 就问道 你方才说 孙夫人过世 这到底怎么回事 李嫂子 眼泪流得更急 她狠狠抹了两把 说道 神子 我们夫人是被人害死的 当初 我们夫人带了嫁妆和小姐 回南边投奔娘家 我们老爷在后 带着族人一起赶路 但夫人到了老家 才发现 老太爷和老夫人都过世了 左等右等 又不见我们老爷过来 甚至听到不少消息 都说老爷和族人 被蛮人杀死了 我们夫人就病倒了 许是想到那段日子的交心 她紧紧皱了眉头 才继续说道 但为了小姐 夫人还是很坚强 可是 我们舅爷和夫人 却慢慢变了嘴脸 最开始说生意不好 后来又说 家用银子不够 邀夫人帮些银子 我们夫人当然不同意 还要买桩子搬出去 结果一个月不到 夫人就死了 舅爷说夫人 童老爷情深 太过担心 才预期呈接病死了 说到这里 李嫂子有些激动 抓了老太太的手 嘴唇都在哆嗦 神子 我们夫人死的时候 手指甲是紫色的 我们夫人是被毒死的 而且死后三天 就被一把火烧了 骨灰洒到了海里 夫人的嫁妆 都被变卖了 穿儿他们这些贴身伺候的 也被发卖了 我看着事情不好 就拿了夫人藏起来的银票 抱着小姐跑出来了 舅爷还散出消息 说我是逃怒 拐卖了小姐 让人到处抓我 第374章 风水轮流转 李嫂子哭得几乎要昏死 腿软跪在地上 抱了李老太的大腿乌叶 神子啊 我们夫人死得冤啊 就这魔被青凶嫂害死了 到死都在看着小姐 不肯闭眼睛啊 李老太听得心里难过 也跟着抹眼泪 孙夫人那抹好的人 怎么就落得这样的下场 桃红英也哭得更厉害 都是做母亲的 更何况 男男和妇妞儿一般大 试问 她若是马上死了 最放心不下的 肯定也是孩子啊 李震生皱眉 直觉李认为 这是不简单 但孙家对自家有恩 娘也有帮忙的意思 她想了想就说道 娘 我们船队回来的时候 李嫂子带了孩子 和一些行商一起搭船 下船之后就分开了 我倒是不知道 李嫂子和咱们家 还有这样的渊源 早知道 路上就多照顾一些了 李嫂子赶紧说道 不怪大老爷 一会儿过去四五年 我在船上 只是觉得嘉义面熟 名字也熟悉 但不敢相认 我本来是想带着小姐 去投奔新都城北的孙秀才 就是我们小姐的亲大伯 但下了船 在客栈住了几日 听着大伙 都说什么新凉 说李家如何 仔细一打听 知道是神子一家 我真是高兴坏了 就赶紧找来了 说吧 她生怕李家人为难 又赶紧说道 神子 我肯定是要带小姐 去投奔孙家大老爷 但人生地不熟 能不能在神子这里 先落个角 客栈什么人都有 我总怕有人使唤 晚上都不敢闭眼睛睡 李老太赶紧给他吃定心丸 你放心 到这里就是到家了 安心住一顿 痒痒身体 孙家大伯那边 是什么情形 我先让人帮忙打听一下 你们再过去 李嫂子大喜 还要跪倒磕头 被老太太一把搀扶起来 不要这样 当初我们家落难 孙夫人没少帮忙 如今 你们这般 我们也不能看着不管 李震生想得多一些 嘱咐李嫂子 方才那些孙夫人被毒死的话 不要再同任何人说 毕竟没有证据 孩子还小 被外人知道 兴许还会 给你和孩子招货 李嫂子赶紧点头 我知道 我肯定不说 李老太琢磨着家里这些房间 好似末地方 再安顿李嫂子和孩子了 有些范畴 毕竟慧娘在这里坐月子 李震生 李老四和嘉义这些在外边的 也都回来了 陶红英说道 娘 让李嫂子和孩子 住到崔夫人的院子吧 明日 谁进城的时候 同崔夫人说一声就好 老太太点头 好 锦柔那人没识摩说道 但咱们还是要打个招呼 陶红英赶紧领着李嫂子和南南去隔壁 南南许是吃得高兴了 手里抓了两块点心不放 老太太就把点心盒子一起给李嫂子拿着 陶红英也去翻了衣柜 找了一套自己衣裙 一套扶妞的衣裙 抱在怀里 引着李嫂子和南南去了崔家院子 李震生去洗漱换衣 留下李老太一人坐在炕上 还有几分缓不过神来 当初孙夫人对李家来说 简直是救苦救难的关世音 如今关世音突然没了 反倒要李家救苦救难了 不得不说风水轮流转 事事无常啊 何嬷嬷不知道李老太在想什么 但她扫了一眼小主子 还是忍不住开了口 老夫人 以后 孙家这位小姑娘再过来 还是要小心一些 这个小姑娘有些霸道 虽然不爱说话 却喜欢动手 喜欢动手 李老太莫太听明白 何嬷嬷就上前一步 扯出佳嬷的右手 佳嬷平日吃得多 尝得也胖乎 小手像猪蹄一样白嫩 指节上积个小肉坑 分外可爱 但这会儿 手背上去也多了两道红痕 虽然没有见血 但也破皮了 很是扎眼 李老太疼的心里一哆嗦 赶紧抱起孙女 这是怎么弄的 方才难难挠的吗 不等佳嬷说话 何嬷嬷忍不住了 脑道 孙家那个小姑娘护食 明明是小姐拿了点心给她吃 她却一口不分给小姐 老奴看得清楚 小姐伸手要拿点心 被她一把抓了过来 手背就红了 老太太低头赶紧给孙女的手背吹气 心中恼怒 但又不能追去隔壁打孙家的小丫头 气得呀 倒是佳嬷不觉得疼 也不愿奶奶为难 就坐在奶奶怀里说道 奶奶 我不疼 傻丫头 怎么能不疼呢 李老太紧紧抱了孙女 后悔方才听孙夫人过世时 太过惊讶惋惜 都没注意到孙女受欺负了 佳嬷其实真莫在意 她生来就是有记忆的 还记得孙夫人抱过她 给她衣衫 金像圈 还给了家里不少银子 就是看在孙夫人的颜面上 她也不能同一个小丫头计较 更何况 知识两道浅浅的画痕 过一会儿就好了 倒是这一会儿 把奶奶哄好更重要 佳嬷抱了奶奶的脸 左右个亲了一口 奶奶不气 奶奶没有娘了 但扶妞儿有奶奶 有娘 李老太愣了愣 转而抱着孙女 就笑着叹气 俺家扶妞儿爱 真是善良的好孩子 这是知道 男男可怜 不舍得怪她 是不是 那咱们以后离她远点 奶奶也不让你再陪她玩了 好不好 好 男男来 扶妞儿就去找哥哥玩 佳嬷笑嘻嘻地 把老太太哄笑了 也让一边的何嬷嬷 心里高兴 这样善良懂事的小主子 只要她好好伺候 老了一定不会没了着落 晚上吃饭的时候 何嬷嬷亲自去崔家送了打卤面 还有桃红英 亲手给楠楠蒸的一碗蛋羹 李家人聚在一起 吃完面条 老太太就说起孙家事 孩子们都在场 老太太就掠过孙夫人被毒死这一点 只说孙家落难来投奔亲戚 暂时会在家里住几日 说吧 他就嘱咐大儿子 真生啊 你在城里熟悉 这几日就找人 问问孙家那位大伯的是吧 李振生听得奇怪 先前娘明明说要留孙家主仆 多住一段 再慢慢打听孙家事 这话 怎么好似有些急迫 但他也莫多问 点头硬了下来 第二日一早 李振生又进城去了 不想温先生居然带了人过来做客 李老二在温泉山谷那边 听到消息也赶了回来 因为温先生不是外人 李老太也报了佳音 过来听个热闹 温先生衙门里还有差事 这话也莫多寒暄 直接开门见山 第三百七十五章 看破不说破 还能做兄弟 神子 伯爷 这位是蒋先生 上一刻的秀才 因为迁都太突然 同族人走散了 一直住在城北 平日以代写书信和教授成北的孩童十字卫生 我们偶然结识 很喜欢蒋先生的博学和豁达 正好 咱们村里要给孩子们找启蒙先生 我就把他引荐来试试 读书人都好颜面 老太太和李老二听得温先生这魔大咧咧 说起蒋先生求生艰难 都有些担心 但蒋先生却依旧笑地温和 许是看出他们尴尬 反倒安慰了积聚 老夫人和伯爷 不要担心 我和温兄虽然认识时日不长 但清待如故 隐畏之己 温兄也没少接济我 我也是欣然收下 毕竟一辈子很长 如今接受了温兄的帮助 他日总有我回报温兄的时候 老太太和李老二都是跟着笑起来 这蒋先生果然是心胸开阔 不拘泥于小节 人情世故 好似也通透 这样的人 来村里教书 就算学识差一些 教出的孩子也错不了 李老二当即就问道 蒋先生 您什么时候可以来村里教书 随时可以 蒋先生硬得干脆 伯爷有所不知 我早就对碎金滩 垂涎三尺了 想去山谷泡泡温泉 可惜囊中羞涩 我恨不得马上搬过来 立刻去山谷里看鸡眼才好呢 众人都被话逗得笑了起来 就是佳音都觉得这个容貌平平 身形也不高的秀才 因为这份幽默豁达 让人看着顺眼很多 李老二想了想就说道 那先生想什么时候搬家都行 过来歇息三日再开课 学堂那边有空房间 桌椅书架俱全 我们家里也有新被褥 先生的树修按月给 一月五两银子 四季各两套衣衫鞋袜 但咱们丑话说在前边 若是先生教书不成 我们村里随时可以辞掉先生 那是当然 我是来教书的 若是教书不成 伯爷不说我也默练在这里多留 蒋先生起身行礼 正色硬下 但他迟疑了一瞬 又问道 伯爷 我能不能带一个小书童 城北有个常跟我读书的流浪 父母双亡 很可怜 我想带来做个伴 不等李老二说话 李老太已经点头 当然可以了 先生本该有人照顾起居 再说一个苦命好学的孩子 我们村里还不差这一口饭吃 蒋先生笑了 极其真诚地给李老太行了大礼 就是他把我引荐到碎金滩这样的好地方 众人都是笑起来 温先生扯了蒋先生坐下 说道 当日在城北见你为流浪出头 我就觉得你是个赤诚之人 偏偏碎金滩这些乡亲也是如此 所以 盼望你以后在这里落脚生根 这样 我每次过来 不但有家人 还有朋友可以说话了 李老太听他们说城北 心头一动 就问道 蒋先生在城北住住 可听说过一户人家 家主也是个秀才 姓孙 据说开住学堂 蒋先生一愣 想了想就到 老夫人说的这位孙先生若是四十岁左右 倒是像我附近住的那位 老夫人知道 这孙先生叫什么名字吗 要不要我在城北多留机日 帮老夫人打听一下 李老太赶紧摆手 我也不知道 这位孙先生的名字 带到我问明白之后 再劳烦先生 那好 我先搬来 别担得孩子们读书 城北我住了一年多 很熟悉 有时再回去问问也不难 蒋先生说得爽快 却被温先生戳破了小心思 你哪里是着急教书 着急赏紧泡温泉还差不多 哎呀 温兄 看破不说破 咱们还是兄弟啊 蒋先生扯了袖子遮脸说道 他这装做羞涩的模样 惹得众人又是哈哈笑了起来 佳音真是越发喜欢这个先生了 一时动心自己要不要也去学堂读书 但是想想要早起 他就果断放弃了 马上就要入冬了 梅石膜比暖乎乎的被窝更重要 又说了几句闲话 温先生就带蒋先生回去搬家了 李老太背了孙女 带了何嬷嬷和水云水月 想去学堂那边看看 蒋先生方才穿的长衫都打了补丁 显见日子过得很是穷苦 所以 吃喝穿待用 家里最好都要多帮衬一些 结果 他们刚出门 李嫂子就抱了喃喃过来 听说老太太去学堂 她就要跟去帮忙 毕竟如今吃住都在李家 她不好一直闲着 总想帮忙干点活 老太太拒绝不了 何嬷嬷就上前抱了佳音 笑着说道 老夫人 小姐该学规矩了 老奴先抱她回院子了 好 李老太赶紧点头 家音同奶奶摆手 然后进了侯爷的院子 李嫂子好奇地问道 神子 隔壁也是咱家的院子吗 李老太生怕李嫂子 要把喃喃送过去 赶紧搬出侯爷来 不是 那是侯爷的院子 妇妞是侯爷的义女 在那边学规矩 果然李嫂子立刻闭了嘴 神色尖骸 很是敬畏 村里不差银子 修建学堂的时候 就默小气 读书的屋子 做饭的灶间 还有先生住的地方 都很宽敞 如今不过是打扫一下 换换东西 通通风就好 活迹不多 众人很快就回去了 李家门前 停了两辆马车 原来是李震生回来了 马车陆陆续续 往下搬东西 连风里都隐约带了一股海腥味 正好家安家喜和猫哥 在山上看到 风跑回来凑热闹 李震生就笑着招呼他们 家里的船队到了 你们快过来帮忙 上次不是说多要一些贝壳吗 这次别说贝壳 就是海沙子都给你们运了一堆 几个小子都是欢喜的 扎唬起来 高声喊着 大伯 爹爹 真好 家音听到动静 也被何嬷嬷抱着过来 很快 白色的细沙倒在院子角落 很大一堆 家义抱了一箱子贝壳 埋在沙堆里 让弟弟们体验一下 捡贝壳的快乐 贝壳都是洗干净的 五颜六色 大小不一 埋在细沙里 陆续被扒出来 很是漂亮 几个小子就招呼妹妹 妇妞快来一起挖宝 家音笑嘻嘻跑过去 两只小胖手 像猫爪子一样就刨开了 男男看得着急 也正扎要过去 李嫂子没当回事 就放开了手 何嬷嬷和李老太都要拦着 但小丫头已经开始玩耍了 何嬷嬷扫了一眼 被哥哥们围在中间的妇妞 还有隔了很远的男男 就同李老太说道 老夫人放心 老奴在这里照看 正巧李振生许事有事 在屋里喊了一声娘 李老太就往屋里去了 何嬷嬷挽了袖子 想要寻个油纸伞给小主子 遮一遮太阳 就在这个时候 变故突生了 第376章 谁敢动我妹妹 佳音小手刨得飞快 在沙里轻松 找到了一个白色贝壳 颜色有些透明 玉石一般 他高兴地对着太阳照了照 同哥哥们显摆 看我找到的贝壳 最漂亮 猫根几个看过去 都是高兴 不等说话 男男却冲了过来 也不知道 他那个瘦小的身体 怎么就有那磨大的力气 一把推翻佳音 就要抢走贝壳 佳音下意识握紧贝壳 不想被抢走 于是 贝壳锋利的边缘 就直接化开了他的手掌 鲜红色的血滴 落在细沙上 孩子们都傻了眼 扶妞 妹妹 佳安家起风了一样 抱起妹妹 就往屋里跑 猫根跟在后边 哭得震天响 不知道的 还以为她受伤了 院子里瞬间乱成一团 老太太扭头 看见孙女的携手 惊得一脚踩空台阶 差点摔下去 幸好李震生冲出来 扶了老娘一把 你别管我 快去看扶妞啊 佳音已经跑出门 去找张神医了 何嬷嬷狠狠瞪了南南一样 要不是个小孩子 真想一脚 把人踹飞了 李嫂子下意识 把南南抱在怀里 怯懦着不知说什么好 李震生不懂医术 但还知道要止血 他扯了一个干净不惊 就把小侄女的伤口按住了 佳音坐在奶奶怀里 大眼睛含着眼泪 神色还有些猛 都说食指连心 其实手掌离心脏更近 也更疼啊 这会儿 他整个手掌都疼得麻木了 脑子也轰轰作响 张神医背加一背着跑来 身上居然只穿了中衣 头发都是散住的 若是放到后世的剧组 都可以直接眼眉超风了 眼见佳音这个可怜样子 还有半湿透的不惊 他跳下地就骂道 你们怎么看孩子的 伏妞这才几岁啊 伤得震膜严重 李家上下谁也说不出一句话来 自责让他们恨不得给自己两巴掌 何嬷嬷更是已经跪到门口了 张神医上前小声安慰佳音 伏妞不怕呀 让爷爷看看 都是小伤 爷爷吹口气就好了 佳音点头 眼里的泪珠子也掉下来了 众人心疼得厉害 又不敢出声 生怕惹得小丫头大哭耽误诊治 不禁很快被打开 经过按压 血流的明显慢了 简单擦拭一下 一到两寸长的口子就漏了出来 小丫头的手掌 几乎是割出了一道横纹 虎口那侧还浅一些 越到手掌边缘越深 皮肉翻着 像小娃娃的嘴巴 所有人都是惊得倒吸 一口冷气 张神医也是跳脚 到底怎么割的 这伤口也太长了 老太太眼泪雀泉水一样 胸前衣巾都湿透了 他来不及擦磨 就问道 张神医 这要怎么办 怎么才能不留疤 会不会耽搁孩子以后的生活 张神医想了想 眼睛倒是亮了 他干咳两声 试探说道 那个 也不是没有办法 把伤口缝起来 肯定更好愈合 不会耽误以后活 就是留疤也不怕 抹去疤膏就好了 不行 几乎是李家老少 其声吼了出来 猫根都跟着拼命摇头 张爷爷要把妹妹 像小猪仔一样缝起来 不行 不行 对 张爷爷不能缝我妹妹 家安家喜 也是一口同声地说道 两人伸出守护着妹妹 生怕张神医靠近 张神医在村子北边新建的小屋 专门就用来做实验 村里人不会过去 但他们这些小子好奇心重 趁着张神医去山谷的时候 跑去探险 结果 那些腿伤肚子上被缝得乱七八糟的小羊 小猪和小狗 可是让他们印象太深刻了 回家都做了好几晚的噩梦 如今 张神医把主意打到他们妹妹身上 绝对不成 家安家喜已经左右张望 打算找趁手的武器了 张神医气得咬牙 神色里八分恼怒 两分心虚 妇妇的手又不是我割坏的 你们及时吗 我只是要帮她缝起来 那也不行 几个小子虎视眈眈 大友动他们妹妹一下 他们就拼命地架势 老太太也没有主意了 缝起来 肯定是不行 但不缝起来 难道就这魔放着 李震生咬咬牙 问道 张叔 妇妇这样的伤口 若是缝起来 怎么能保证她不疼 缝完之后 会不会跟先前一样灵活 会不会落吧 我明白 您见烈心血 想要把实验成果 用到妇妇身上 也不会成辛亥妇妇 但妇妇 是我们全家的命 我们家从来不曾亏待您 您的一日三餐 都是我娘和弟妹亲手烹制 四季衣衫鞋袜袜 都是家里缝制 您就是看在这般的情分 也一定要说实话 张神一听到有些善善 想了想应道 妇妇这伤口很大 但幸好她比较胖 伤的都是皮肉 没有筋骨 若是不缝合 撒上伤药 包扎 有半个月也好利索了 就是留下的疤痕 会丑一些 不好消除 但我研究了这么久 阳长县缝合 确实能让伤口好得更快 留疤也小 就是那个 纸疼药还没琢磨得太好 缝的时候有些疼 老太太和李振生对视一眼 都是有些为难 对小姑娘来说 当然是疤痕越小越好了 但佳音年纪太小了 皮肉像布料一样缝合 怎么能忍得了这份疼啊 倒是佳音 这会儿是硬了疼痛 脑子运转也正常了 这里没有破伤风针 已经很危险了 若是长时间暴露伤口 不缝起来 肯定更严重 就是疼 也得忍着 毕竟小命更重要啊 于是 他就说道 我相信张爷爷 张爷爷把我的肉肉缝起来吧 好的快 唉 好 好 张神医欢喜的一蹦三尺高 眉毛都飞扬起来了 还是俺们扶妞儿好 张爷爷一定给你好好缝着 保证一点疤痕都不留 说吧 他就高升腰和嘉义 别傻站着 快给我打水 再拿烈酒来 还有我的药箱呢 都给我 他是生怕李家人反悔啊 飞快地洗手 然后给扶妞儿清理伤口 用烈酒擦抹了伤口周围 扎了鸡根金针 封了鸡个穴位 最后就取了极细的绣花针和阳长线 开始缝合了 李老太和李振生想拦着 又不敢拦着 真是一颗心都要被撕扯成两半了 第377章 金子才是止疼良药 加安加喜和猫根在一边 眼睁睁看着 绣花针扎进妹妹手掌里 他们再也忍不住了 呜呜哭了起来 明明他们把妹妹围在中间了 子摩妹妹还被欺负了 妹妹白胖的小手 嫩豆腐一样 子摩就裂开了 这会儿功夫 陶红英 李老四 李老二还有村长赵叔等人听到消息 也都疯跑回来了 陶红英一见闺女小脸惨白 小胖手几乎被横着割开 衣裙上和地上都是血迹 他脚下一软就要倒下 还是李老四一把抱了他 哆嗦着嘴唇安慰 末世 末世 张叔是神医 已经缝针了 很快就好了 很快就好了 话是这摩说着 但他的上下牙齿都在打架 实在太心疼了 虽然疯了穴位 但也真疼啊 特别是针线在皮肉里穿过的感觉 让佳音头皮都在发麻 他实在忍不住了 放声大哭起来 呜呜呜 奶奶 爹娘 救命啊 好疼啊 我好疼啊 这下完了 众人本来就在强忍着 听家音正魔一哭 全都忍不住了 就是李震生都红了眼圈 直接给了自己两巴掌 带什么回来不好 怎么就带了贝壳 多带一些珍珠 怎么也不会把小侄女画成这样 村长脚上穿了一只鞋 手里握着一只 显见是方才跑的鞋子 都掉了 这会儿 他气得跺脚大骂 这是怎么了 怎么了 就让孩子吃这个苦 咱们就是在林子里正面 也没让孩子伤过呀 这话说的李家人哭得更厉害了 张神医听得有些慌 这手也抖得厉害 好不容易坚持缝丸 上了伤药 重新包好 他脑门上的汗珠子 也像瀑布一样流下来 好了 好了 已经包完了 都别哭了 很快就好了 一会儿我开药方 给扶妞喝两天 别吃得太油腻 我每天都来看看 你们就放心吧 正说着话呢 门外突然有马蹄声声传来 张神医立刻锁缩了脖子 抬脚就跑了 药箱都扔下不管了 侯爷刚下马 一脚门里 一脚门外的时候 眼见张神医错身而过 一句话都没说 他就觉得不好 果然 李家老少都挤在正屋里 佳音举住小胖手 包裹得像粽子一样 侯爷当时就变了脸色 大步上前 高声问道 出神模式了 其实李家人有一大半 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包括老太太 倒是猫根几个看得清楚 这会儿 七嘴八舌说了起来 是那个小丫头 妹妹挖了贝壳 拿给我们看 她跑来抢 妹妹不松手 她就是劲扯 妹妹的手 就被划破了 对 妇妞没抢过她 不是妹妹要抢 是她抢妹妹的贝壳 佳音哭了鸡嗓子 心里委屈过了 这会儿又有些不好意思 毕竟她不是真正的孩子 怎么就哭得这么没样子 惹得全家都跟着担心掉眼泪 不过 不打麻药 直接缝针 是真的疼啊 以后 要想办法 让张神医赶紧把麻药研究出来 否则缝何能救命 却也真糟罪 侯爷抱过黏巴巴的胖丫头 见她眼睛肿了 脸红了 粽子手举住 心里真是恨得想杀人 她就回了一趟城 怎魔闺女救伤的这抹厉害 正好 李嫂子抱了喃喃站在门口 小心翼翼往里看 犹豫着要不要进来赔罪 侯爷一眼就猜到 他们是罪魁祸首 于是高声喊了清兵 来人 把他们拉下去 关起来 立刻有两个清兵冲过来 扯了李嫂子的胳膊就往外拖 李嫂子吓疯了 高声喊着老太太 神子救命啊 我们小姐不是故意的 她才五岁 不懂事啊 可惜李老太没有说话 两个清兵也迅速把他们拖了出去 何摸摸想了想 起身跟了上去 李嫂子和南南被关进了侯府的耳房 吓得大哭 说话就没了分寸 吓吓 救命啊 凭什么关着我们啊 就是小孩子闹着玩 吓吓 你们不能这样忘恩负义 南南不知道是怕黑 还是被吓到了 也开始哭起来 这惹得李嫂子越发生气了 搂着南南骂道 这是看我们夫人死了 谁都不把我们放眼里了 吓吓 夫人啊 你在天有灵 可睁开眼看看吧 何摸摸在门外听的皱眉 这时候开口警告道 你想活命 就闭上臭嘴 李嫂子没想到门外有人 好似被掐了脖子 所有哭骂都吞了回去 何摸摸这才继续说道 你家孩子上手就抢东西 应该是平日就习惯这样 但你把他和我们小姐放在一起玩耍 从来没有提醒过一句 你是不是觉得 我们小姐 还是原来的农家小丫头 被打了也不会如何 你错了 我们小姐 如今不知是李家的孩子 还是新庭侯府大小姐 是皇上清风的康乐郡主 你要是足够聪明 就老实等着 老太太念着往日勤奋 不会不管你们 否则 方才侯爷就砍到你们脑袋了 李嫂子吓得脸色煞白 抱了喃喃 立刻躲到了墙角了 生怕下一刻 就有人进来一样 何摸摸 听到里边没了动静 这才回了隔壁李家 家音坐在侯爷怀里 抽抽搭搭 像秋日被双打了的茄子 李老太也没视魔精神 盯着孙女 一眼都不敢挪开 然后把李家和孙家之间的过往说了一遍 末了 他叹气道 原本还想留他们多住几日 养养身体 再送去投青 哪里想到 今年不限 喃喃被养成这个样子了 说吧 他望着孙女的粽子手 又掉了眼泪 谁知道让扶妞吃了这样的大亏 我真是后悔啊 家音赶紧跳下地 跑去抱了奶奶 不怨奶奶太自责 说到底 也是他没时磨紧提心 又犯了贪财的毛病 一个贝壳而已 抢走就抢走吧 怎么就死活不撒手呢 老太太抱了孙女 亲亲孙女的小脸 又抹干净眼泪 不想吓到孙女 桃红英也缓过神了 她本身就孝顺 哪里舍得婆婆这样自责 赶紧劝道 娘 今日这事 谁也想不到啊 再说 男男的小丫头 瞧着不声不响 看不出来会这魔霸道 咱家扶妞 品日和哥哥们一起玩 被宠住让着 突然有人同她争抢 这才吃亏受伤了 正好和嬷嬷回来 把李嫂子抱怨的那些话说了得清楚 她没有添油加醋 但也一字不差地附述出来 第378章 善良也要带点锋芒 李家老少听的都是皱眉 李振生当时就说道 娘 这主仆俩不能留了 赶紧送走吧 李老太点头 心里更堵得慌 当初孙夫人搭救我们家上船 我在船上也救了男男一命 算是回报了 但后来孙夫人送了不少银钱和用物 帮我们家在俊阳落脚 到底是我们家又欠了几份恩情 她想了想 又说道 这样吧 那些东西 我们十倍奉还 再出面把它们送到孙家 或者看看李嫂子有什么要求 尽量帮忙 把恩情一次还完 以后就不来往了 桃红英点头 娘说得对 我们李加成了人家的恩情 当然要还 是经营或者其余之事都好商量 就是不能委屈了咱家孩子 李振生也说道 我今日去码头接货 耽误打听孙家事了 我这就再去一趟 早些查清楚 早些把人送走 说吧 他就喊了李老二和嘉义一起出门 说来也巧 刚到村口就碰到了蒋先生 李老二直接拉了他一起 掉头又进城了 李老太支撑着 喊了桃红英准备银子和东西 侯爷抱了扶妞 童老太太说道 神子 我带扶妞去我那院子玩会儿 去吧 一会儿回来吃午饭 李老太嘱咐了一句 就去翻箱子 倒腾家底了 几个小子不放心妹妹 跟在侯爷后边都去了隔壁 侯爷吩咐清兵 给小子们牵马 哄他们玩一会儿 小子们贪玩 果然立刻就忘了方才之事 有了笑脸 而坐在屋里大炕上的扶妞 更是笑开了花 因为侯爷搬了一个小箱子 打开盖子 哗啦啦 倒了一堆金刻子 半开的窗子 照进正午的日阳 落在金子上 简直晃得他睁不开眼睛 侯爷眼现小丫头脸上 没有了沮丧 眼睛亮得冒光 他心里忍不住也松了一口气 打去道 手还疼不疼啊 不疼了 不疼了 佳音简直把小脑袋摇成了波浪鼓 扑过去大大清了 一封一口 然后就飞快竖了起来 发财了 发财了 二两一只的小金刻子 居然足足有五十个 换成银子就是一千两 佳音欢喜地扑在金刻子上 高兴地翻来滚去 侯爷怕他碰到伤手 捞了他坐在怀里 然后替他把金刻子又装了回去 主妇道 这些金子 你留着自己花用 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等年前郑家庄那边还有一年的节鱼送来 别总惦解 你哥哥们 他们都是男子汉 想要什么 以后自己会证 你是女孩子 要穿最漂亮的裙子 戴最好的首饰 吃最香甜的点心 总之 想要什么就说 让奴才们去办 你只管安心等着就行 你是侯府大小姐 是康乐郡主 你要学得骄纵一些 不能太善良 否则旁人会以为你好欺负 懂吗 佳音难得听义父说这么多话 还是在叫他灰金如土 骄纵霸道 他一时有些反应不过来 转而回神 却觉得自己小小的胸膛里 色满了感动 义父 佳音哽咽 本来以为自己不会再哭了 但眼泪还是不争气的 又跑了出来 侯爷叹气 轻轻拍拍胖丫头的头 你还小 以后要学得很多呀 你以为那些士族贵女 有的清高 有的蛮横 都是天生如此啊 错了 那都是故意的 那是他们的保护色 你站在高处 总有一些人 想要利用你的善良 踩着你爬上去 甚至把你拉扯下去 摔碎了才好 所以 你以后可以善良 但不能缺了锋芒 嗯 佳音赶紧点头 义父放心 我以后一定厉害一些 说着话 他做个凶狠的表情 啊 乌叫了一声 好像吃人的老虎一般 可惜 他这胖嘟嘟的小脸蛋 一口小白牙 奶胸奶胸的 别说吓人 反倒惹得侯爷 哈哈大笑 在门口伺候的何嬷嬷 水云和水灵 也跟着笑起来 侯爷起身 示意何嬷嬷三个 跟他出去 给佳音留下了收金子的机会 佳音一挥小手 收了金子 笨拙地爬下炕 然后推门出去了 何嬷嬷和水云水灵 正跪在地上 等候处罚 他们就是负责伺候主子的 方才主子受伤 无论他们再没在身边 都是失职 佳音愣了一下 赶紧举着粽子手上前 可怜巴巴 他在义父膝盖上殃球 义父 扶妞手疼 让何嬷嬷他们 给扶妞洗澡 换漂亮裙子吧 侯爷原本也只是 想敲打鸡鞠罢了 贱闺女这般户短 就摆了摆手 佳音立刻扯了何嬷嬷的手 带了水云水灵跑掉了 侯爷无奈好笑 方才那番 话怕是又白说了 这丫头心肠软得一塌糊涂 怎么也应不起来 但所有人爱她疼她 不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吗 佳音识舵的香香美美 被何嬷嬷抱回家里的时候 李老四正蹲在院子里 背住一块磨刀石 一个个打磨着贝壳的边缘 险见是怕闺女再画了手 见闺女进来 她咧嘴一笑 招呼道 扶妞回来了 乖乖再等一下 爹把贝壳摸好 你就能继续玩了 扶妞正扎下地 跑过去 紧紧搂了爹爹的脖子 爹 扶妞太幸福了 义父对扶妞好 爹更好 傻丫头 你叫扶妞啊 当然要最幸福了 李老四怕手上 脏鱼染了闺女的小裙子 只用脸颊蹭蹭闺女 细染的小头发 日落西山 李家的晚饭桌子也摆开了 因为顾忌住佳音的伤手 菜色大半都是清淡的 众人刚刚坐下 家安家喜就从外边跑进来 嚷道 奶奶 张爷爷说他不来吃饭了 怕侯爷不讲理 收拾他 他给扶妞缝针 是为了扶妞好 不是拿扶妞练手 众人都是听到笑起来 李老二就到 张叔还是老顽童一样的脾气 其实 他们都清楚 张神仪肯定有练手的心思 但他缝针的技巧也成熟了 否则也不敢在家音身上用 但这个老头有点畏惧之心也好 省得他以后 真为了医学实验走歪路 老头以为坐得隐蔽 其实村里大半人都知道 他早就抓人回来 做过实验了 幸好 抓回到人是城里的偷和地痞 实验也只是在胳膊上 割到口子罢了 否则 大伙早就拦着他 今日更不会让他动手 给家音缝伤口 众人刚要动筷子 李振生他们也回来了 第三百七十九章 伤在而身 痛在娘心 你们回来的正是时候 来 先吃饭 吃完饭咱们再说 老太太招活孙先吃饭 又同蒋先生说道 先生也一起吃吧 别嫌弃 我们家里人多吵闹就成 老夫人客气了 我可不嫌弃 人多热闹啊 蒋先生毫不见外 直接坐在了李老二身边 笑道 平日就我一个人过日子 特别孤单 这磨热闹的饭桌 我能多吃两大碗 众人都是笑起来 倒是真不把他当外人了 各自成饭添汤 说说闲话就冻筷子了 家音本来没什么胃口 但当真是人多好吃饭 旁人吃得香甜 他不知不觉 也跟着喝了半碗粥 吃了一个煮鸡蛋 老太太和桃红阴线了 偷偷松了一口气 小孩子不藏病 能吃能喝就莫啥问题 相反 若是粘巴没胃口 就需要担心了 吃过饭 水云水灵 麻利地撤掉了桌子 换了茶水和果子 众人就说起了孙家事 李老二说道 今日这事 还碰巧了 说起来 大伙可能都觉得不可思议 城北有两个孙先生 其中一个叫孙成健 同李嫂子给的名字对得上 应该就是孙家这个孩子的亲伯伯了 另一个叫孙思源 据说是孙家同族 从北边过来投奔的 他喝了一口茶 望向李老四 这第二位孙思源孙先生 老四也是见过的 就是当初俊阳县汉博书院 教授家人的那位先生 哎呀 原来是那位孙先生啊 我当初送过节礼 真是见过两次 李老四惊讶 他也是千兜时候 到了这里 李老二点头 听说是的 李老太听到有些猛 问道 老二 你是说孙家一族 有两个在城北 咱们认识的这位孙先生 是南南的唐伯伯 李嫂子要找的那位 是青伯伯 是啊 娘 李老二同蒋先生拱手 笑道 我们当时打听起来 也有些猛 幸好有蒋先生帮忙 蒋先生赶紧摆手 我也就是帮忙找人问了几句话 你们就是随便找个茶馆 也能打听出来 实在不算什么大事 他们两家过得怎么样 尤其是南南清大伯家里 桃红英脾气泼辣 但心底柔软 她想起过世的孙夫人 就算不喜欢南南 倒也不希望所托非人 也许遇到好人家 被严格教导 南南还能改掉一身坏毛病呢 李老二就到 南南的清大伯 也就是孙承见 是秀才出身 开了个学堂 收了二十个学童 家里有一妻三妾 八个孩子 住的是二进院子 日子也拮据 另一位孙思源先生 也是秀才出身 如今在衙门做书记 许氏原本有些家底 如今住的是三进宅院 只有一妻一妾 三个孩子 李老太和桃红英对视眼 都是皱眉 听这些情况 南南这位清大伯 家里实在不是个合适的落脚地啊 反倒是这位唐伯不错 蒋先生性情直爽 这会儿插话道 孙承见先生 在城北名声很差 他为人好颜面 行事却总有几分吝啬小气 家里妻妾也不安宁 总是吵闹 被左邻右舍笑话 而且听说 他是孙家原配正妻所生长子 孙老太爷续贤之后 又生一子 对他很不带现 所以 他早早分家出来 单独立了门户 也很少同族里来往 这样啊 李老太点头 想了想就到 东西已经准备好了 明日把李嫂子喊来 仔细同他说说 他想带着南南去哪家 就看他怎么选吧 李震生等兄弟几个都应道 好 我们听量的 李老太于是招呼道 都去歇着吧 特别是蒋先生 折腾一日了 真是辛苦了 老夫人客气了 蒋先生笑着起身 那我就先回学堂那边了 说实话 听说那边有热泉池子 我都惦记一路了 众人都是笑起来 李老二亲自送了他到门口 侯爷见李家事事安排妥当 也不再差言 这会儿抱抱佳音 见他打着小喝歉 更放心了 神子 我明日还要进城 有事尽管让人去侯府说一声 好 你去忙吧 别惦记家里 郑生和老二老四都在呢 李老太接过孙女 嘱咐道 侯爷这才回去隔壁院子 桃红英心疼驼驼 就道 娘 晚上我看着扶妞吧 嘉音也知道 奶奶需要好好睡觉 赶紧抱了娘亲的脖子 老太太就放了手 行 明晚 妇妞再跟我睡 咱俩轮班 你也歇歇 婆媳俩商量好 就又去了厢房 看过惠娘和两个孩子 有水云帮忙守夜 他们才放了心 这两日 李勇又替换了李老四 去码头了 夜里一个人带孩子 惠娘有些忙不过来 但有水云在这里 就方便多了 嘉音虽然喝了汤药 也得了一箱子金克子牌止疼药 但受伤的小手 该疼还是疼啊 白日里 人来人往 还能转移一下注意力 夜深人静时候 疼痛的感觉就越发明显了 火寥寥的疼 让她烦躁 又不敢肿翻身 怕吵到爹娘 桃红英和李老四 把闺女夹在中间 怎么会看不出闺女难受 但胖丫头却极力忍着 一生都不吭 四岁的孩子 如此懂事地 让人心疼 桃红英就把闺女抱在怀里 一下又一下 轻轻拍着 嘴里哼起了不知名的歌谣 曲调轻柔又婉转 在暗夜里 分外让人安心 嘉音先前 还怕娘亲累到 想着在娘亲怀里躺一会儿 就下来 没想到 她听住歌谣 居然渐渐望了手疼 睡着了 听住闺女平稳的呼吸 桃红英继续拍着 唱住 一点都不敢停 生怕停下 闺女就被惊醒了 李老四心疼闺女 也心疼媳妇 又帮不上忙 想了想 她就坐到了媳妇身后 用宽厚的脊背 给媳妇闺女坐靠山 有了支撑 桃红英省力很多 越发间迟拍下去 唱下去 而她们的胖闺女 就着魔躺在 世上最温暖的怀抱里 忘了疼痛 睡得越发香甜了 窗外的月光 透过窗帘 调皮地钻进来 很快就羡慕地溜走了 这世上 还有什么比父母的爱更伟大 外人眼里 孩子好似吹风就长大了 其实 哪个孩子 不是父母耗尽心血 时时刻刻牵挂住 一点点养大的呢 也许随着孩子长大 父母会对孩子的期望 越来越高 盼着孩子出血 盼着孩子光耀门眉 但最初 父母对孩子的所有期盼 也不过是他们 能健康平安就好 哪怕平庸一些 第380章 十倍偿还 佳音的梦里 一直睡在小船上 晃晃悠悠飘荡在海上 月光洒落海面 各色彩色的小鱼跳跃着 瑰丽又神奇 直到早晨醒来 她望着房梁 还在想着这个梦 久久不能回神 水灵守在一边 县小姐醒了 就小声问道 小姐 起来洗漱吗 家里要开饭了 家音一咕噜坐起来 县爹娘的被褥都叠得整齐 只剩她一个 就赶紧点了头 水灵端过温水盆 何嬷嬷听到动静也进来了 头湿帕子给小姐擦脸擦手 梳头发换衣衫 带得十多好 桃红英从外边进来 就抱了闺女笑道 小懒猪 你醒了 娘给你做了葱花卷子 还有南瓜小米粥 一会儿多吃鲜 家音望着娘亲眼下的清黑 愣了愣 转儿就什么都明白了 昨晚的梦境多幸福 她的娘亲就受了多少苦 娘 家音抱了娘亲的脖子 低头藏住红透的眼圈 她不想说些 母爱也不是一个谢子就能回报的 桃红英还以未归女手疼 赶紧转移她的注意力 走 跟娘去吃饭 小心晚了 葱花卷子被你哥哥们抢没了 娘脸出了门 几步路就进了堂屋 果然李家人都在 只有侯爷早起就走了 莫来吃早饭 眼见家音进来 众人的目光 琪琪落在她的粽子手上 家音刺着小白牙 挥挥粽子手 笑得灿烂 众人立刻放了心 来 扶妞儿 奶奶抱 老太太把孙女接了过去 让孙女坐在她怀里吃饭 家音努力吃了一个葱花卷子 半碗粥 还有半个咸蛋黄 小肚子撑得圆溜溜 众人看着 吃得也就更踏实了 很快 饭桌撤下去 众人都各自去忙 留下老太太和桃红英 哄住家音喝药汤 家音被苦得差点吐出来 但担心老娘和奶奶跟着上火 到底还是忍耐着喝了下去 猫根守在一边 见妹妹的小脸皱成一团 赶紧把手里捏住的蜜饯 塞到妹妹嘴里 她还没忘了安慰妹妹 扶妞儿真厉害 都不怕苦 张爷爷说 再有三日 就不用喝苦药了 加安加喜 也是点头附和 刚才 大伯出门 我们已经请大伯多买芝麻糖和蜜饯回来了 妹妹多吃糖 就不怕苦了 佳音含着蜜饯 小脸圆鼓鼓 像个可爱的小松鼠 她笑眯眯点头 含糊映住 我和哥哥一起吃 加安加喜和猫根都笑了 背着妹妹去院里玩 这一次 他们可不敢让妹妹动手 他们把贝壳挖出来 送到妹妹跟前 让妹妹随便挑 李嫂子抱了南南 被何嬷嬷和水云带过来的时候 眼见佳音端着包裹岩石的小手 蹲在沙堆边玩耍 就悄悄松了一口气 腰背都挺直了几分 一进门 她抱了南南行礼 像往常一样热络同老太太和陶红英打招呼 神子 真是对不住 昨天 南南这孩子一时不注意 伤了扶妞 昨晚 我说了她好几次 您看 她眼睛都哭肿了 李老太和陶红英 听得脸色不好 眼睛哭肿算什么 扶妞手上 还要一辈子留着横文呢 老话都说 尝了横文的女子 心狠 命哭 稍微讲究一些的人家 都不愿意找这样的女子做儿媳妇 就怕连累家里 虽然李家不怕这个说法 大不了养闺女一辈子 但闺女受的苦 谁能代替 李老太原本因为孙夫人而残留的一分心软 这会儿彻底没了 她冷笑道 南南眼睛哭肿 就可怜了 那我们扶妞留了半碗屑 手上留了两寸长的伤疤 算什么 总不会是幸运吧 不是自己家孩子 就是不心疼呗 桃红英也没有好话 嘲讽道 倒是咱们 孩子被伤成这样 咱们都不能生气 否则就是忘恩负义的白眼狼了 李嫂子心虚 赶紧跪了下来 神子 不 老夫人 四夫人 慎奴婢不懂事 请您二位恕罪 南南小姐年岁小 之前跟着我们夫人在旧爷家里 几个表兄表姐常抢南南小姐的东西 南南小姐不抢回来 就吃不到用不到 这才养得有些性子急 桃红英没耐心听她解释那么多 就想早点把他们打发走 于是 她摆摆手 试一盒摸摸把东西拿上来 总共两个包裹 一大一小 大包裹里是四套衣衫 李嫂子两套 南南两套 不是绸缎或者青纱 只是细不缝制 八九成兴 随时拿出来就可以唤醒那种 甚至还包括了礼衣和鞋袜 很是齐全 小包裹里则是一个木头盒子 盒子分两层 上层放了一个赤金的项圈 坠着长命锁 下层则是整齐码 放着二十个银刻子 每个无两 还有机章银票 李嫂子认出 那金项圈是当初夫人送给李家的 她的脸色就更白了 心里慌得厉害 李家这是要一次还玩当初的勤奋 然后就彻底断了联系 那可不成 她和小姐就算投奔亲戚 也要有靠山撑腰啊 万一 王家旧爷那边找来 抓她回去怎么办 不指望李家 难道指望孙家吗 怕是孙家知道 她有这魔朵银钱 第一个就要除掉她 然后独吞这笔外财 她额头上的冷汗 霹雳啪啪啪就掉了下来 不 不 老夫人 四夫人 求你们不要这样 奴婢知道错了 不 小姐也知道错了 李嫂子疯狂磕头 甚至还按着喃喃的脑袋 一起往地上磕 喃喃到底年岁小 昨晚被关在耳房 根本没睡好 今早也知 吃了半碗粥 有些闹脾气 突然被这魔折腾 她扯了嗓子 就哇哇哭开了 小女孩的哭声 又肩又立 让李老太和陶红英 都是听得头疼 仔细想想 腐妞从出生 就莫怎么哭过 倒是经常笑得淌口水 就是会娘的一儿一女 饿了尿了 顶多也是赖鸡鸡生 他们还真是没受过 孩子哭嚎的荼毒 好了 老太太开口喊住了李嫂子 沉生说道 你先听听孙家的情形 咱们再说别的 李嫂子听到这话 好似还有余地 赶紧抱了喃喃哄了起来 桃红英揉揉太阳穴 就把两个孙先生家里的事 说了一遍 李嫂子立刻就想 选择唐老爷孙思源这边 因为夫人活着时候 偶尔也说过机句 自家老爷同掌兄不亲近 倒是同一个族兄很要好 这个族兄确实 也在京都附近定居 这魔说来 应该就是这个唐老爷了